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我们三百多公里吧 很厉害 把整个阿德莱德从大南边 就是那时候圈奶粉的时候 是跑的最厉害的时候 从大北边 从沟勒一直上到大南边 上到山上去 而且还得穿各个不同的小道去找超市 一家超市一家超市就找 太难买了 药房是完全没货 那时候是什么都缺 黄金山是最缺的 黄金山 贝拉米 A2 A2相对性还好一些些 我叫Tom 88年出生的南方小伙 08年来到澳洲 当初就是希望能够留在澳洲 所以选择了一个可以留下来的专业 Auto Mechanic 算是机修方面 学习了两年多 毕业之后 我当初我个人去了十家以上的 mechanic shop 对我的回答基本上都是不缺人 不需要人 甚至说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 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 只是一些书本的知识 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所以说当时不停的碰壁 不停的碰壁 对自己的一个人生是一种感觉一种落差 觉得自己辛辛苦苦 认认真真学了两年 也最后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 也是感到挺失落的 做代购的第一单有利润的单子 是在两年前左右帮朋友的孩子买来粉 当时赚了差不多十五块钱 算是很开心 因为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单生意 然后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赚钱的方式也好 就是代购赚的真不少 有些人赚不少吧 对于我们这种要做公司的来说 其实其实来说真心没赚什么钱 因为为了积累客户 为了拉一些客户进来 你不得不把价格达到最低 那好多人都赚到了 早期肯定都赚到了 我们是需要 我们目前来说需要跟竞争的是 类似于像一些大的电商 一些会计公司 你想跟他去比较他的价格的话 你就得把所有的成本 说到代购 很多人都觉得代购相对性比较容易 就是买东西卖东西 把东西买了 然后投递了给顾客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当真正做到这一行 越来越深入的做这行当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产品价格问题 售后服务问题 跟顾客的沟通问题 回款问题 包括货源问题 Costco开了之后 那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那是断货之后 对啊 那已经是断货之后 那时候货源已经不那么紧张了 那时候我朋友就是 Costco刚开第一天嘛 不是那边就传购 就是那种大批量的 不限量嘛 嗯 就是他朋友开了羊羊宝马SUV 过去呢 把他整个拍了 整个搬掉 搬掉 然后那人说你不能这么干 你不就是不限购嘛 对 然后把他们的经纪叫来了 确实他们没法限购 嗯 那时候后来限购 也有人反复往里面跑一天搬一百多箱出来 对 澳洲比较有名的雪橇鞋呢 就是这些了 然后 这个这两个系列会相对性好很多 然后通过我这么多年的代购 大部分人回馈出来的消息都是不错的 可不可以帮我拿这两款系 啊 可不可以帮我拿这两款系列的六号吧 好 这两款都是六号 还有这两款开口笑 然后蓝色跟粉色这两款 然后六寸跟七寸的 为了控制货源的价格跟稳定 包括真实性 然后渠道的可靠性 我跟当地的总代理会有一些合作 然后保证客户能拿到的货源 价格相对性比较合理 嗯 不会偏高 然后下一站呢 我们去这边的National Pharmacy 一家比较大的连锁药房 然后去采购一些保健品 跟一些化妆品 今天呢在这个药房没有采到我们的顾客想要的一个产品 然后这种事情会时不时的会发生 然后我就得去另外一个药房 希望在另外一个药房可以找到他们想要的产品 有些时候是公司策略的问题啊 就是说尤其是对于新公司来说 你想快速的积累你的客户群的话 那你必须一开始就是有足够竞争力的价格去震撼到顾客 然后就像有些做特卖也好 怎样快速的积累你的客户群 你才能让你的产品的产购量啊 可以省着资金的周转而变快 你没有资金周转快的话 所有的货压干那边的话 还不如一开始快速的通过这些东西去吸累你的客户群 同时你的量上去了 你也有更多的资本可以去跟会计公司也好 跟其他电商也好 跟你的采购的渠道去谈价格 都可以去进一步的压缩成 哈喽 你好 好好好 计货 计货的信息 爱他们来分 怎么样 计完了吗 计完了 OK OK 谢谢 谢谢 然后 随着我们自己的货物量的增多 然后我们会慢慢的尝试着跟 相熟的快递公司尝试着做一些合作 压缩运输方面的成本 同时保证客户的价格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在阿德莱德生活了三四年 在这边也习惯了欧洲的生活 阿德莱德很安静 很适合年轻的创业者 在这边做一些自己独立自主的事情 适合有想法的青年在这边生活 工作学习 自己在这边也买了房 所以说觉得阿德莱德算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澳洲的城市 现在土豪卖品行狗 十二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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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